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偉恩 這是我們的新單元東橋師塔 那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會煮一些簡單的日本料理給大家看 然後也自己在家裡面品嘗 那首先想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單元的由來 其實最早呢是前一陣子 我本來想要在台灣然後去拍一些日本料理的餐廳 然後順便介紹給大家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已經非常久一陣子 都沒有辦法出國了 那雖然東橋一直有在介紹東京還有日本不同的內容給大家 但是呢因為我在台灣嘛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介紹一些在台灣當地 可能對大家也有用的資訊 所以就想說去拍一些產品 然後我還為此買了現在這一台新的相機 不過呢沒有想到就在相機寄來的當天啊 台灣的疫情就有一些新的變化 然後發展了一陣子 之後就變成現在的全台灣都是三級的狀態 那也因為現在疫情沒關係 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是叫外送啦 或者是自己在家料理嘛 所以我就想說把原先的企劃 改另外一個形態 變成是呢會在家裡 然後煮一些 比較定番的或是常見的 日本料理 那我們這個單元的第一道呢 就從最常見的日式家庭料理 馬鈴薯燉肉開始吧 食材的份量大約是兩人份 因為是家常菜 大家可以隨自己的喜好調整 讓我號碎 Gent 然後再辣子 讓我替님변 好 可以 found 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做所以我覺得我煮的時間還不夠久 它是已經整個軟爛了啦 我剛剛咬下去它很好入口 但是我覺得醬的味道還沒有完全透 然後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第一次切的時候 我覺得我切的還是稍微有一點點大塊 不過以那個軟的程度來說是還不錯 但是味道差了一點還沒有很入味 好那我們接下來試吃這個 我這次用的是梅花豬肉薄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其實用厚片或者是用牛肉也都可以 入味是有入味 但我覺得跟我開始煮之前的有一個concern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豬肉啊這種薄片久煮之後 我覺得會有點鹹太老耶 所以我一開始就有在想說 是不是應該要最後再加肉 可是因為我看食譜上是跟著下去一起煮 我覺得是有入味啦但是 肉質好像把人感覺有一點偏老 之後我可能想是不是用比較耐煮的肉 或者是用厚片下去煮 可能比較不會影響到肉質 然後我再吃一個這個蒟蒻 不錯蠻喜歡這種脆脆的蒟蒻的口感 最後我來喝一口湯汁好了 直接喝這個碗裡面 不錯很有日式的感覺 因為剛剛的醬汁裡面 燉煮了一些 因為有馬鈴薯嘛 洋蔥然後還有 紅蘿蔔所以有一點蔬菜的甜味 然後再加上那個味醂啊然後醬油 然後雖然我沒有清酒 所以我改用米酒替代 但是這些調味料 然後再加上蔬菜的味道 整體會讓這個東西吃起來 就很有日式的口味 所以 以一個新手做的馬鈴薯燉肉的話 我覺得 我可能給自己60分吧 我覺得有及格啦 不過改進的空間還蠻大的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東京橋食堂第一集 試做的日本家庭定番料理 馬鈴薯燉肉喔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之後 再煮煮其他不一樣的料理 那如果你有想看什麼 日本料理 讓我來嘗試做做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 測試一下 我們怎麼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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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會看 我們流去那些啟動了 的免 part